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剧之中 很多网友却觉得 女二号颜值比她还要高 这部作品就是居静怡的新剧 请赐我一双翅膀 这部作品现在还没有和大家见面 不过也快要定当了 在这部作品之中 这居静怡就出演了女主角林九哥剧中的她 依旧是清纯甜美 而在这部作品之中 女二号却是张雨夕这位女性 大家应该是不陌生了 她就是亲爱的公主 并之中女主角当时的她 就经验了不少网九 张雨夕是模特出身五官 精致深邃不少网九 还以为是混血美女 其实 浙江雨夕并不是 她父母颜值就是特别高特别适 母亲优雅高贵 难怪她会如此高颜值 张雨夕是模特出身 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很不错 只是她在娱乐圈之中 发展的很一般她出演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网络剧 不过不少网友都因为她精致立体的五官喜欢上 她最重要的是 张雨夕她的演技还很不错 比很多明星都要好 当然这居静一发展也是很不错 这几年之中资源也是很好 居静一在娱乐圈之中发展还是很不足 马上她和于蒙翁出演的《新白娘子传奇》就是要播出了 这个版本之中 居静一出演的《白素贞》也算是清新脱足 虽然没有照雅之版端装优雅 不过也算是《小清晰美女》出到这几年之中与静一 作品反响都是很不错 比如说《九州天空城》《薛元剑之汉之云》《云西传》等作品也是很不错 大家都是期待她的新剧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居静一她的哪一个角色 本文内容均为明星粉丝团原创转载 请先联系我们 谢谢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